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消化系统的疾病 首先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一章节里边 大家需要掌握的重点内容 一部分呢我们来先看一下 就小儿消化系统的解剖生理 这部分内容呢 大家主要是有一个机密的了解就可以了 再就是我们重点两个病 大家需要重点熟悉了解 一个是小儿腹泻病 再就是什么长套点 这两个病是在我们消化系统里边 每年的必考点 所以呢这两个病大家需要熟练掌握 剩余的像我们说小儿胃炎 还有我们说幽门罗丹金感染 再一个消化症溃疑啊 还有反流性什么胃尸管反流症 像下面几个病 有我们什么主要是能理解能熟悉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第一部分内容 关于这个小儿系统的什么解剖生理特点 先看看图片 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把消化系统的基本的什么呀 解剖呢 大家给换个图片给显示出来 从这地方有什么使管 然后下边的什么是胃 再一个什么十二指肠 然后下边有什么呀 有十二指肠该叫结肠了啊 然后下边什么十二指肠 然后什么空肠和什么肠 回肠 然后空肠回肠到什么地方 到结肠 有什么生结肠 横结肠 还有什么降着肠 再也后边叫脂肠 就是肛门 再有我们消化系统里边 还有一个什么有肝脏有关系 不过今天我们在儿科疾病里边 主要是有什么 就是这个消化道 有关的疾病 我们叫什么 在这个儿科里边 疾病比较常见 像肝胆疾病呢 专门是专门有一个科属 在属肝胆疾病 那在儿科里边相对来说呢 肝胆疾病呢比较少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管理第一部分 就是这个小儿 消化系统的解剖生成特点 就刚才我们看图片是 基本上我们人的整体一个什么 消化道的一个解剖结构 那我今天了解一下 小儿的消化系统解剖 有哪些给成的不同点 第一个 咱们先从口腔开始啊 口腔在这里边呢 我们要是考察大家 有一个小考点 大家需要熟悉 什么地方呢 在这儿 就是小儿的 驼椰什么 淀粉酶 一般来说啊 小儿的什么 应该是像我们说 蛋白酶 应该是分泌比较早的 驼椰淀粉酶 基本上是什么 三四个月 才开始有什么分泌 所以基本我们从这儿讲啊 在什么四个月之前 基本我们不能给 还讲什么呀 淀粉类食物 因为驼椰淀粉酶 没有 没法消化什么呀 淀粉类食物 所以我们在这个淀粉类的含量 比较低 得要掌握了 那我们说 四个月以后 可以加副食 尤其我们可以加米粉呀 蛋黄泥 那原因就是 四个五个月以后呢 孩子拖曳淀粉类的含量 开始因为增加 所以这个 我们大家要理解一下 第一个 关于口腔的问题 第二 在食管里边 食管里边呢 为啥孩子容易犯什么 犯一个疾病 叫什么 胃食管反流症呢 主要是 一个呢 我们小儿的什么 缺乏什么 腹腔的食管段 它主要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们上段 缺乏腹腔里的食管段 再就是我们这里边 有一个角 什么角呢 就是这黑色角啊 正常我们说 如果是我们成年人 这黑角是什么角 是个锐角 但我们孩子什么 喂水平的 这个角是一个什么 是个水 这个钝角 这个钝角呢 就不容易怎么样 就容易怎么样反流 你要锐角一折叠 大家看到 这个小鞋一折叠 那我再怎么流 我也不好流 那要钝角呢 你这样反流就容易了 所以呢 这个角的发育不完善 没有变成什么角呀 锐角 所以容易出现什么 胃 食管什么 反流症 就说孩子为啥容易发生 原因在这个位置 好 就是我们说食管 三个胃 管理就是胃 孩子的胃 跟我们成年人 有啥不同呢 因为基本上 因为孩子还会爬 所以孩子的胃 是水平的 孩子的胃 成水平呀 再一个呢 背美和优美 比较特殊 我们叫上松 下紧 这背美什么 肌肉发也不发达 然后优美的肌肉呢 相对而言比较发达 就上松 下紧了 上松下紧 所以说 如果是我们说 特别的情况下 孩子容易反生什么 一奶 因为下边紧 我们吃了食物以后 哎 通通快快的进来了 但我想出去 下边挺紧的 而上边挺松 关键是为什么呀 水平的 所以孩子呢 容易一奶 就在这有关系 所以背美呢 什么呀 发育什么呀 应该是肌肉不发达 然后优美呢 就发达 这个地方大家要掌握 这是我们讲的什么 关于胃的解剖特点 第一个就是水平量 第二就是什么 上松什么样 下紧 我们也叫奔松 幽静特点 能理解就行了 好 这管理是胃的 再一个长 因为小孩的什么 由于我们说 小糖的肠管呢 什么比较长 再一个长细膜呢 比较什么 比较相对比较长 所以容易发生什么呀 长套节啊 胃平的能力也比较差 这是我们说 还是长的特点 再什么 大家看肝脏 这个心身的肝脏 我们一般来说啊 它在婴月肝脏 相对比较成要大 它在什么 在婴月时期 在下缘呢 在锁骨 什么右侧 锁骨中线下 一般是 肋下多少呢 两公分 如果是超过两公分 我们才叫什么 比较肝脏 那么成年人一般来说 是在什么呀 右锁骨中下缘 是出不到什么肝脏的 但我们对孩子来说 只要是能出到肝脏 两公分内的 也算正常 所以这就是 他给成的区别 大家看 一线 一线 大家需要学会就是 那一线主要是 分泌各种消化酶的 但这里边特别需要注意 一线分泌消化酶 最先分泌的是谁呢 记住是谁呀 是一蛋白酶 所以孩子吃母乳 母乳里边的什么 尤其出入 主要是什么 蛋白就最多 我们用谁来消化呢 当然蛋白酶了 谁分泌的 一线分泌的 所以一线 最早分泌什么 是蛋白酶 最后分泌什么酶呀 淀粉酶 所以告诉我们 一般来说 淀粉物质 什么时候可以加呢 一般都四个月以后 可以加淀粉的食物 主要是 拼也淀粉酶 还有什么 鱼淀粉酶 都是分泌量 什么比较低的 所以出现在是这样比较晚 这是我们说 在一线 我们跟我们成人的触变 再一个 还有一个肠道细菌 那到肠道了 还有肠道细菌 这个肠道细菌 一般我们在 他儿免兔之前 是肠道是没有细菌的 而且我们说 母乳无缘的孩子呢 一般是由双齐感觉为主 当然我们说 这个出生以后 在七小时内 会产生细菌 这个新的种类呢 与你的什么 饮食物的胃养 有关系 如果像我们说 母乳无胃养 以双齐感菌为主 如果是人工胃养 像双齐 还有四酸 那肝菌是什么 比例相同的 所以呢 大家记住 母乳无胃养的孩子 一般我们尝到细菌 以双齐感菌为主 所以相对来说 对孩子的生长发育 和消化物的什么 营养物的吸收 是有利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什么 这个孩的解剖 从我们什么 从口腔开始 到什么 到场馆 它给你成的不同点 有几个小数字 大家必须要掌握的 所以这个解剖呢 还需要大家重点了解一下